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 基於公眾健康考慮 原定2月初舉行的銀牌決賽 順延到5月12日舉行 而東風龍師剩下三場精英杯分組賽 就獲安排在賽馬會香港足球總會 足球訓練中心這裏閉門上演 包括現在見到對李文的這場銀牌決賽前哨戰 屋樓兼逢連夜雨 莫說大會鏡頭 連這條界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李文門將高進出了禁區落手 被王牌警告之餘 還要輸球罰球 東風舊將李康年五體投地 加上前面六人人牆 到不了盧卡斯射地球入 東風21分鐘打破疆局 由龍門後面另一個角度看 球球來得急勁 這一刻才尼封關 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 艾華頓叫上一隻食糊左腳躺射 撐點又拿李文明 另一季中加盟的射手新組 因為幫過大埔在這項杯賽上陣 球隊衛防交叉感染 安排他和其他沒有份入選大軍的球員 留在家看直播以測安全 遠半場前到東風龍門口出現驚險鏡頭 奔熙路接應全中衝雲 和匯防的波磨浩煙碰撞之後跌倒 似乎嵩升了頭波 看回慢鏡都算是亡亡之災了 Tiger想說向場邊解圍 但是就不懷疑奔熙路從後攝緊上來 奔熙路之後可以繼續比賽 不過因為他見有些頭暈 換邊之後無奈都被李文換走 幸好之後精神沒什麼大礙 兩隊平時經常都在這裡練球 講場地優勢大家都沒什麼甜頭 不過論速度 艾華頓這一球就贏了 右路爆贏對方起腳 高盡叉倒都在網仔進入 球迷來可能要習慣好一段時間 沒得入場看球 但只要你在網上大大力給手指弓 球員一定在所不遲 踢好每場球給大家看 FTC沒什麼車道 還有艾華頓這部電單車速速度 幫東方擴大比數 不要以為戰況就這樣受控 東方後方冷不提防 被佐迪入接追成接近比數 即使受到嚴密監控 阿哥斯達尼哈大轉身 還找到位腳頭當給佐迪 這麼近那麼遠 非東方門將曾文輝所能挽救 因為政局不穩或者球隊紀律問題 被發揮門作賽時有發生的 但訓練場劇正規比賽 可以說是百年不如 變線與後備直相太近 亦容易令人與人之間產生磨擦 甚至誤會 今場擔任後備的葉鵬輝 被指騷擾旁證 被主裁判出示第二面王牌驅逐離場 亦成為之後爭議的導火線 東方主帥李志堅不滿被言語挑釁 同職球員為著旁證理論 要由球證介入控制場面 輝炎施約 今季超聯賽事能否順利完成 仍然未知數 但東方龍師就肯定 將李文的胃圍希望粉碎 劉卡斯說 Yeah 兩球Thanks 美段繼續好像爭口袖一樣 繼續按住對方來搶 艾華頓匕首為迫甩 波姆匡謙順腳抽過去 高盡撲正在劉卡斯面前 殺色沒癡牙 82分鐘整多球驗疏球 亦是他個人今場第二球 美段雙方都繼續有火藥味 但對賽果沒甚麼影響 東方龍師維持3比1勝局都圓場 拿完三分之後 以教街對賽成績 令阿傑自排A組綁手 疫情陰雲未散 都叫暫時可以開著香檳慶祝線 那 那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